马来西亚原定从8月1号起开始向外国注册车辆征收20令吉的入境准征费 现在将展延到9月1号才实行 罗佛州公共工程乡区发展与区域委员会主席拿督哈斯尼今天透露 中政府希望展延举措将能够给予多数来自新加坡的司机足够的时间 并付两个入境处都会征收的新收费